上集说到阎老九用童子尿 救下差点被水鬼拖进河里的神偷赵巴 这老头又开始坑另一个徒弟了 他说啊 我和阎老九用童子尿 救下了差点被水鬼拖进河里的神偷赵巴 不管怎么说 还是要感谢二位的救命之恩 这赵巴虽然对满身的骚味是十足的恶心 但是也还算明白事理 客气的跟我们道了谢 我赵巴欠两位英雄一个人情 赵巴不愧是老江湖 很快就从悲催的情绪中缓解了出来 感谢的语气那是非常的诚恳 哎呀 江湖之人路见不平八刀相助 应该的 是啊 小意思 我和阎老九虽然心里嘚瑟的要命 但是江湖礼节还是要客气一下的 不想两位英雄如此仗义 我赵巴感激不尽 看我们如此客气 那神偷赵巴倒有些不好意思了 要不我请两位吃个饭表示一下感谢吧 于是他也尝试着再客头一下 不用不用 不必客气 他这话稍明白一点的人都能听懂 他并非出自身心 只是单纯的客气一下 这怎么行呢 受人滴水之恩 当一用权相报啊 所以在赵巴的心里 幻想的一定是这么个场景 不必了 江湖众人不必居于小间 行下正义不求回报 双方假模假样的客头一番 说些场面上的客头话 再做足了样子 后悔有期 如此 那后悔有期 然后呢 就各奔东西 他脑子里边想的就是这个 千万不要跟我客气啊 我这也都是不义之财 可幻想 那毕竟是幻想了 幻想很丰富 那而现实可是很骨感 当他看到我们俩闪闪发光 亮晶晶的眼睛时 我估计他内心是崩溃的 好啊 好啊 来走吧 我们去哪吃啊 瞧你这客气的 我们也不能不给你面子啊 当他还在发愣的时候 我和阎老九就已经架着他 往镇上跑了 你们 你们为什么不按套路出牌啊 在路上 我和阎老九就不停的研究着 这吃点什么好呢 这什么东西能解馋呢 师傅 你说我们去吃点什么好啊 哎呀 有人请客呢 什么鬼吃什么呗 我想的赵八 此时一定是后悔的要命 真的是客气 害死人哪 这时间正值中午 我们却在镇上 一个不起眼的牛肉馆 吃了足足快两个时辰 老板 再来两斤牛肉 啊 好好的 确切的说 就是我和阎老九在吃 我们俩都不是脸皮薄的人呢 面对那香喷喷的酱牛肉 那完全没有抵抗力啊 哎 来了 你点的肉 当五六斤牛肉被干掉之后 我和阎老九的这顿饭 也终于接近了尾声 二 二位英雄 真是豪气冲天啊 看着赵八 强挤出来的笑容 我估计他一定是想狠狠地抽自己两个嘴巴 惩罚一下自己嘴快 这多说了两句话 哎呀 你不是心疼了吧 我和阎老九才不会理会他内心的崩溃 我们俩正在努力的奋斗着 当最后一盘牛肉也干光了 这才刀出嘴巴 开始说话 哎呀 你那些啊 那都是不义之才 我们这是在为你赎罪啊 不过这话听起来可就有些不要脸了 那也不用吃得我一个字都不剩了吧 其实啊 神偷赵八偷来的钱大部分都给了穷人 也算是个侠盗 自己身上还真没留多少钱 还真是让我们俩给吃了个精光 不会吧 你昨晚上不是在县长家得手了吗 不过阎老九却一点都不理亏 反而点出了他昨晚偷得的那东西 你这记忆可真高潮啊 到现在人家都还没发现呢 真厉害 阎老九当然也没有忘记夸赞一下他高潮的神偷绝技 啊 那倒是 论起偷技 江湖上我可是想当当的 这家伙还就吃这一套 一听到有人夸他立马就洋洋得意下来 来 让你们也见识一下 接着 他伸手入怀 要给我们显背一下 他昨晚偷窃的那个宝贝 说话间 他从怀里摸出了一个足有鸡蛋大的珠子 硕硕发光 还真是漂亮 这可是东海夜明珠啊 这是无价之宝啊 赵八说 这宝贝可是踩了好几天的点 终于在昨天晚上 成功的偷的手了 哎呀你呀 你出事就出在这个邪物上了 我正感叹着 世界上竟然有这么漂亮的东西的时候 却听阎老九说 这东西是个邪物 邪物 什么邪物 一听到 这么漂亮的宝贝 竟然是个邪物 不仅是我 就连赵八也愣住了 哎 你以为你为什么会被那河里的妖物盯上啊 这珠子 那是盗贼从死人嘴里边给扣出来的 那阴气太重啊 阎老九不紧不慢地跟赵八说 那河里的妖怪之所以会盯上他 也是有原因的 一则是赵八常年夜间活动 不见太阳 那身上阳气很弱 再加上那邪物宝珠是出于古诗之口 那也是阴木啊 再加上 你也是夜行之人啊 那阳气太弱了 那就难免了 这两个原因加在一起 所以赵八特别容易招这些 喜欢阴气的脏东西 阎老九说的是头头是道 但是呢 赵八显然也没听进去 他才不会因为这几句话 就放弃了那好不容易得手的宝贝 啊 感谢老师傅的提醒 以后我一定多多晒些太阳 这一顿饭 从早上迟到了中午 等我们又结伴走到了 镇边的小桥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下来 二位 那便就此告别吧 咱们后会有期啊 这赵八早就等不及 要与我们分开了 见到又到了相识之处 便迫不及待地到了边 啊好了 咱爷俩也商量一下 今天晚上的计划吧 这次他有了经验 啥话也不多说了 到了边 转头就踏上了木桥 阎老九则拉着我高声地说了起来 小的 今晚咱俩要对付那妖怪啊 要为民除派啊 因为我们可是一波云天的大英雄啊 本来我还有些不明白 阎老九就在我身边 那说话 说那么大声干嘛呀 我又不聋 哎 可咱们一老一小啊 面对如此危险的事情 要是有人能帮一下就好了 可看到赵八停顿下来的身影 我立马就明白过来了 他这些话那都是说给赵八听的 咱们不是全盛时期 有点被动 要是咱们也认识那种一波云天的大侠那就好了 而且他这一套还真起了作用 我看到赵八 那明显是把耳朵支愣了起来 表情也凝重了起来 哎呀 老天爷呀 请你赐给我们一个武功高响 有气概 又英俊的大英雄吧 接下来 连我这个小孩都觉得作作的一幕出现了 但是没想到 这神头赵八虽然是个贼 但是对大侠的名号那是非常的看重 而且自带过滤功能 自动忽略了阎老九那作作的语气 你们叹什么气 你们眼前不就是这样的大侠吗 我是如风一般的男子 随风而来又随风而去 此时他胸脯一拍 又把那套豪气冲天的酸词念了一遍 哈哈 哎呀 赵大侠呀 您真是太受人敬仰了啊 这大侠您的武艺一定是了得呀 哎 我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 侠义自在人心 阎老九多会顺杆爬呀 那见到他这副模样 又趁机诱倒了起来 你看 我可是长拳短打 马上不下 无一不惊啊 听到阎老九夸他 那赵八的牛鼻子都翘得更高了 我是外练筋骨皮 我内练一口气 金钟罩 铁布山 十二路弹腿 哈 哈 他是又蹦又跳的 把浑身的本领都吹去了一遍 就差说自己会七十二遍了 哎呀 哎呀 赵大侠呀 你果然不愧是武林第一高手啊 我也深得阎老九的真传 这时候当然是热烈的鼓掌叫好了 配合他把这出气唱好 哎呀 那我们今天晚上打妖怪的计划 哎 这个您就在最重要那一环吧 这赵八呀 还真吃这一套 被我们师徒俩这一忽悠啊 那心里是美滋滋的 别提多得意了 他此时正飘着 所以对阎老九提出的要求啊 那是满口的硬撑了下来 好的 没问题 最危险 最重要的 一定是最关键的人物来啊 赵八答应了下来 我们师徒俩立马就忙活了起来 而这时候 那赵八也慢慢的发现有些不对劲的 你 你们 你们 你们想 想干什么 这事态的发展和自己预期的 那完全是不一样啊 哎 你们为什么把我绑起来啊 原本正洋洋得意的赵八 被我按照阎老九的吩咐 紧紧的给捆了起来 师父 搞定 哈嘞 你这熊孩子 你什么意思啊 你这要干嘛呀 我没理会赵八那一脸惊讶的表情 捆完了他 就跟阎老九打了个招呼 您别折腾了 这绳子很结实的 阎老九的回答声音刚落 就见赵八的身体 猛的一下悬空了 被吊了起来 哈 你们想干什么呀 快放开我 原来这阎老九已经用粗竹子 炸好了一个竹架子 这一下 正好把赵八吊在了河岸边 你们这是拿我当诱饵啊 而此时的赵八也终于反映了过来 自己这是被当成了诱饵啊 你们这堆混蛋 老骗子 小骗子 你们是大混蛋 哎呀 你不要忘情的这么快呀 赵大侠 刚才不你说要做这个主角吗 再说呢 你不说最危险 最重要的事 那都得最关键的人物吗 对啊 是啊是啊 想都不用想 这主意那肯定是这鬼老头出的呀 好了 咱们按计划行事吧 我们俩也没在管那歇斯底里大叫的赵八 一转身就按照计划又行动了起来 哎 你们别走啊 那我怎么办呢 赵八一见我们两个要走 那叫我呢就更厉害了 你们快回来啊 别扔下我了 他行走江湖这么多年 估计怎么都没想到过 自己会有这么一天 会被一个老叫华子和一个看上去完全无害的臭小子给骗了 而且还被骗得这么惨 你快回来 你们两个无耻的大骗子 你们快回来啊 气得他吼得更厉害了 而这一吼就吼了一个多时辰 快回来老骗子 小骗子 你们快回来啊 这会儿那赵八的嗓子都喊哑了 可是他还是坚持不懈的吼着 那破罗嗓子远远的听上去 别提有多难受了 这慢慢的 月亮就升至了中天 时辰也接近了午夜时分 放开我 放开我 这时候 赵八已经彻底的绝望了 那喊叫的声音也小 最后到了只有他自己 才能听到的地步了 可就在这时 河面上突然吹了一阵凉凉的阴风 阴风吹过 把赵八吹得是浑身一个鸡了 与此同时 昨晚那种被人盯着的感觉 又一次出现了 赵八当然明白 这意味着什么 当时他的冷汗就流了下来 他感觉了一下 那恐怖的气息 来自于脚下的河水之中 他忙着一低头朝河水中看去 这一看 这可把他给吓坏了 那脚下的河水中 此时正慢慢地向上浮出了一个大黑影 那正是昨天晚上拉自己脚脖子的东西 只不过 今天他看得更清楚了 那东西是浑身的大疙瘩 还长了一身的绿毛 一双血红的眼睛 是朔朔放光 不一会儿 那东西就从水里边爬了出来 他慢慢地就来到了赵八的脚下 突然 那大怪物只大嘴一咧 盯着赵八 诡异地笑了 那笑容 别提又多阴森 多恐怖了 这一下赵八可紧张坏了 差点尿了裤子 紧张着他都忘记了呼吸了 哎呦怪物啊 救命啊 过了好一阵子 他这才反应了过来 嗷的一嗓子就喊开了 又是蹬又是踹的 呼着就 老羊羞 小羊羞 快来救命啊 但是 那怪物可不管他怎么喊 这脚一蹬 就朝着赵八扑了过来 别过来 别过来 救命啊 这下赵八是真吓尿了 因为那怪物的弹跳力是非常的好 一个跳跃就抓住了赵八的脚 顺着他的身体就往上爬 那怪物双手是十分的有力 往上爬的同时显得是异常的兴奋 嘴里不停地发出嘎嘎的叫声 哎呀妈妈咪啊 谁啊 来救救我啊 看着近在咫尺的怪物 这赵八啊 几乎都能闻到那怪物嘴里发出的腥臭味 眼看着就要来个脸对脸了 怪物菩萨 玉皇大帝 孙悟空如来佛啊 你们赶紧过来救我啊 此时的赵八 那是彻底的崩溃了 再也顾不得什么大侠的风范了 扯开嗓子那就嚎啕大哭了起来 哼哼 不用担心 本神在此 一切尽在掌握中 不过 当他绝望的哭声刚响起时 就听到不远处的木桥上 有人接了话 放心 你死不了 接话的 正是一直躲在木桥上的阎老九啊 此时 他手中正拿着一个竹筒 阎老九把竹筒上的木栽打开 手一歪 一大片如尘土一般的白色粉末 便从竹筒中倒了出来 这白色粉末极其细微 迎着夜风飘飘洒洒的 一时间弄得河面都是 这粉末也不知是什么 一扑到河面上 便燃起了一层火焰 顷刻间火苗便铺满了整个河面 那怪物似乎很害怕那些火焰 一见大火起来 那显得是十分的紧张 忘记了再伤害赵八 那不停地扭动着身体 小镇子该您了 阎老九一见这情况 便高喊了一声 给我发了指令 来了师父 我正躲在一片小灌木丛中 一听到阎老九的呼叫 我立马就窜了出来 嘿嘿 瞧我的吧 我早就按照阎老九的吩咐 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我用的依然是弹弓 用手我一用力 一颗弹丸便射向了那个怪物 啪的一声 绝不是我吹 我这一下那是极准的 正打在了那个怪物的额头上 那怪物吃痛 双手一松便放开了赵八的双腿 然后一下就掉到了地上 不过那东西实在是皮糙肉厚 这一下根本没造成伤害 它一翻身就又趴在了地上 恶狠狠地盯上了我 还没等我做出什么反应 那怪物已经嘎的一声怪叫 朝着我猛投了过来 那怪物的速度极快 那一眨眼的功夫就扑到了我的跟前 来吧 被人叫了一声小英雄 那可不是白叫的 我当时是一不慌二不忙 乐呵呵的看着那怪物 离我是越来越近 直到它扑到了 离我只有半米不到的距离时 确定了它不会再改变方向了 我这才猛的一滴 我这一滴身子 那怪物擦着我的头皮便冲了过去 成了成了成了 在我身后 等着它的是我和阎老九 早就挖好的一个陷阱 那怪物此时不偏不倚 正好扑到了那个陷阱里头 只听到那怪兽 在陷阱里面是嘎嘎的乖叫着 那声音是又急促又狠力 可就是爬不上来 师父 抓住了 阎老九从木桥上赶了过来 我们俩小心翼翼的凑到了陷阱边 往里面看去 嘿嘿嘿 看你还往哪跑 这土坑啊 已经被那怪物弄得全是腥臭味了 直刺人的鼻孔 而我也是头一次这么近距离的 长时间的观察了怪物 这东西 那一身绿油油的毛 满脸的疙瘩 身上还布满了湿答答的粘液 身材看起来有些像个猴子 真的是非常的难看 阎老九 这时候又从怀里摸出了一个竹筒 拔掉了筛子后 把整整一竹筒的白粉都倒进了土坑中 这粉末着实厉害 刚倒进去便生腾起了熊熊的大火 接着就听到坑中的怪物 凌厉的惨叫着 这玩意儿杀声害命 他是罪有应得呀 师父 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呀 怎么 你爹没跟你说过水猴子的事啊 啊 是什么 这就是 那凄惨的惨叫声 持续了十几分钟后 才慢慢的停了下来 想来那东西是被烧死了 这东西本来就是吃小鱼小侠的 倒也无害 可总是有些走了邪路啊 他就想吃人了 在阎老九的解释下 我才明白 这东西就是老人讲鬼故事的时候 说起的水猴子 这个家伙 在这条河中 已经害死了好几条的人命了 大人们常用这东西 吓唬我们不要下水玩 我本以为 那只是大人为了吓唬小孩 而编造出来的东西 没想到 世界之大是无奇不有 今晚竟然让我看到了一个活的 咱们是不是忘了什么事呢 没有吧 师父 咱们赶紧回家睡觉吧 也是啊 这两天都没睡好觉了 真是困死我了 啊 老幼兄 你们是不是把我忘了 谁 谁能把我放下来啊 话说 这天晚上 从镇外通向西山的小路之上 一前一后走来了两个人 那您怎么把东西埋起来了 哎 没办法呀 现在的山贼强盗太多 我也是怕被搅了啊 听两个人的谈话 原来后面的人是一个立功 是被前面的人雇佣来干活的 哎 现在的世道太乱了 哦 您说的对 听起来是前面的那人把什么财物埋在了山上 然后找后面的那人过来挖出来 放心 挖出来以后我给你一块大洋 哦 谢谢你啊 我干活实在是呢 两个人商量好了价钱 便出了县城 就在这两个人正走在山路上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路边传来了一个孩子的叫声 两位大爷 可怜可怜可怜我这个小乞丐吧 我已经十几天没吃饭了 两人回头一看 原来此时路边正站着一个小乞丐 他面容憔悴 身形略显单膨 手里拿个破碗 在寒风中是瑟瑟发抖啊 还没等两个人做出反应 这小乞丐便哭着扑通一声的跪下了 就逢你们伤口饭吃吧 可怜可怜我吧 接着便苦苦啼啼的向两个人哀求了起来 还颤抖的把手中的破碗伸向了两个人 我好饿呀 我真的快饿死了 这小乞丐呀 是边哭边以膝盖当脚走 跪着向两个人一步步的挪去 这我 那后面的壮汉 看起来是个木讷的人 一时间被眼前的情况弄得有些不知所措了 真的好饿呀 小乞丐看着也确实可怜 抱着壮汉的大腿 那手臂都在颤抖 好像真的很久没有吃东西了 求求你们了 给我口吃的吧 看着小乞丐可怜巴巴 那壮汉真的是很触动啊 我 快走 别管闲事 我们得抓紧了 可是此时 前面那有钱的雇主早就有点不耐烦了 就想让壮汉推开小乞丐赶紧赶路 求您了 要不您给我点银子也行啊 可是那小乞丐 抱着壮汉的大腿就是不踪开 看着他可怜的眼神 壮汉也实在是下不去手啊 这我也没带钱呢 其实啊 这壮汉真的是个实心眼的好人 哦 钱我是没有 但是 我不能看你饿着 这是俺娘给俺做的菜饼子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就给你吃吧 就见他一伸手 从自己的怀里掏出了一个小布包 原来啊 他看小乞丐可怜 就把自己的干粮送给了小乞丐 啊 谢谢 谢谢您啊 小乞丐接过呢 还有着壮汉体温的干粮 眼泪立马就涌了出来 您真是救苦救难的屠塞啊 您是个大善人啊 小乞丐再次跪着往前挪了两步 流着泪的 说着他能想到的所有的赞美的词语 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您的 受人滴水之恩 当一勇全相报 咱俩抱一抱吧 但是啊 那些赞美的话 那壮汉是怎么听怎么难受啊 他没想到一块干粮会惹来这么大的反应 看着那小乞丐 夸张的言辞和举动 那壮汉是真的流下了汉 手足无措了 赶紧走了 小兄弟 你还是快吃东西吧 恩人 谢谢您 好在这时候 雇主的催促声又响起了 那壮汉 叮嘱了小乞丐两句 就跟着雇主往山上走去 哎呀 你搭理那个臭乞丐干嘛呀 两个人顺着山路走上了山 但是那小乞丐 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却并没有动 这小乞丐啊 当然是我装扮的 此时我的戏唱完了 下面当然就是进入有人夸奖的环节了 怎么样 师傅 你看我也是实力派的演技吧 我啃了一口菜饼子 转头朝着身后的小树林里喊了一嗓子 本想着应该听到赞赏的声音 可没想到那阎老九却满是一副嫌弃的表情 不怎么样 哎呀 你表情浮夸 台词作作 感情还不走心 嗯 不好不好 一抱肩膀 还有模有样的给我点平了起来 谁说的 我入戏很深了 我眼泪都流出来了 哎呀 也就那个傻子才会上当 其实啊 这出戏是我们专门为了后面那个壮汉演的 小圣子 让你办的事你都办好了吗 那当然了 至于为什么我们先卖个关子 那走吧 咱们也过去看看 一转眼月亮升了上来 天已经完全的黑了下来 再说之前的那两个人 此时他们来到了西山上的一处浓密的树林深处 你买东西的地儿可真够偏僻的 啊 这不是安全吗 快点挖吧 挖完了好早点收工 好嘞 前面那个雇主显然并不想多聊 用脚尖指了一个地方 便催促着那壮汉快点挖 那壮汉也是个实在的人 既然受雇于人 当即就停了安排 把铁锹往地上一插 挖了起来 哎呀 你买的可真够深的 嗯 那壮汉身体壮 那干活也利死 没一会儿就挖出了一个一尺来深的坑 可是 但却并没有发现什么东西 本来还有些差异 怎么会有人埋东西埋得这么深呢 但是又不好多问 也只好继续挖下去 可这时 那雇主却突然出了声 那雇主说他有内疾 便想去方便一下 打了声招呼 便转身向一旁的小树林中走去 你先挖着啊 应该还得再深一点 你快点干啊 咱们也早点回去 哦 好嘞 那壮汉也没多想 他低头继续地挖了起来 可他不知道啊 这雇主可不是什么好人 这整件事情都是一个阴谋 那壮汉留在原地是越挖越深呢 可是依旧没有什么发现 此时他的身上已经被汗水湿透了 让他想不到的是 他身上的汗味一起 那背后就有个东西 慢慢地靠了过来 这东西是土黄色 如毒蛇一般 蠕动着慢慢地伸向了那个壮汉的脚踝 这东西全无声息 那壮汉一点感觉都没有 等他发现脚脖处有异样的时候 也是吓了一大跳 心里有些担心地想着 是不是碰到了毒蛇呀 于是他忙着低头看去 他发现 缠住自己脚脖子的 并不是什么毒蛇 而是几根土黄色的触手 那壮汉还没明白那些触手 到底是什么东西 就被那些触手突然地一用力 拽倒在了地上 这还不算 那触手力量极大 缠着壮汉的小腿 就脱拽了起来 救命啊 那触手脱摘的力气极大 眼看就要把壮汉拉到了树林深处了 那壮汉这时候才反应过来 连忙地高成呼救 可这深山密林之中 哪里会有人来救他呀 转眼间 那壮汉便被拉到了树林深处 随着壮汉声音的消失 这树林又陷入了安静 就好像一切都没发生过一样 可就在这时 树林的另一边 闪出了两个人的身影 这小子的命算是交代了吧 是啊 李箭一看 原来正是那个雇主 和一个看上去十分苍老的男人 再给他吃一个人 他就能撑起好了 那明天咱们就能来收了吗 不行 得七七四十九天以后啊 啊 也好 反正也等这么久了 听两个人的对话 这壮汉是那雇主 故意引来这里 喂养什么东西的 可到底是什么东西 要用大活人来喂养啊 难道是妖怪 走吧 咱们回去吧 这两人心里都有数 也没戏说 转身便离开了 不一会儿 就消失了踪影 咱们再说说 那被触手拖走的壮汉 此时 他已经被拖进了密林的深处 一直被拖到了这里 那壮汉才终于看清了 拖自己过来的东西的真面 原来 在这密林深处 有一个貌似人形的东西 正从土中露出了半个身体 而那些触手 也正是这人形东西伸出来的 灯又被拉进了一些 他看得更加清楚了 那顿时 那冷汉就冒了出来 救命啊 救命啊 那竟然是一个 长得足有一人来高的巨型人参 更可怕的是 这人参竟然长得 如同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太一样 非常的阴森恐怖 那诡异的巨型人参下面 那土中还掩埋着 已经露出了一半的白森森的枯骨 看着是特别的圣人 在他的触手上 还卷着几个小动物的尸体 看样子 有的已经死了 那好像还有几个野鼠野兔 还活着 就在这时 那老太太模样的巨型人参 盯上上汗 那布满皱纹的脸 正对着他诡异的笑着 那壮汉看到这里 真的是快崩溃了 他吓得手脚乱蹬 但是面对他的挣扎 那些触手缠绕的就更紧了 力道也更大了 不计如此 一条触手还卷上了他的脖子 接着 那壮汉就感觉到了 呼吸有些困了 那众多的触手 一起用力 把已经是半死状态的壮汉 一点点地拖到了那巨型人参的跟前 此时 那壮汉已经陷入了半魂迷的状态 迷糊间 他就感觉到 那貌似老太太的人参 已经贴在了自己的身上 但是 他被雷的一点力气也发不出来 实在是挣脱不开 眼看着那壮汉 就要命丧当场 可就在这时 那老太太模样的人参 与那壮汉接触的地方 却突然冒出了滋滋的白烟 白烟一起 那人参似乎吃痛了一样 触手顿时一松 那壮汉也得以趁机会喘了这口气 其实啊 这就是我装乞丐的时候 在他身上动的手脚 见那触手 吃痛的缩了回去 那壮汉也终于反应了过来 忙着手跑脚蹬的 从触手中爬了出来 虽然浑身依然没有力气 但是他还是急得连滚带爬的 远离了那恐怖的巨型人参 待白烟散去后 那人参虽然受了些轻伤 但是这明显是激怒了他 于是那些触手舞动着更厉害了 因为疼痛的刺激 还有那倒手的猎物 竟然又逃了出去 那如老太太模样的人参 竟然露出了怒容 突然比之前更多的触手 又一次的疯狂的伸向了那壮汉 因为连番的惊吓 他已经忘记了头算 眼看着就要被击中了 就在这时候 鞋子里面突然冲出了一个黑影 把他推到了一边 冲出来的正是我呀 我将壮汉推开后 自己却正面迎上了 那个如灵蛇一般的触手 小爷我等你半天了 让你尝尝小爷我的厉害 别看那些触手众多 但是我却一点都不害怕 一伸手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大竹筒 看张 竹筒中装的是盐老九 给我的熊黄粉呢 据他说呀 这东西装刻这些触手 见到那些触手攻到了近前 我这一仰手 就将粉末撒了出去 没想到 这些熊黄粉还真的管用 撒到那些触手上后 历史就冒起了阵阵的黑烟 还发出了刺鼻的恶臭味 接着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被粉末触碰到的触手 竟然燃烧起了大火 没一会儿 那些触手就都被熊黄粉 烧成了焦炭 没有了攻击的能力 一时间 以那巨型人参为中心 四周的触手都燃烧了起来 能看到触手在躲避着 想极力的挣扎 但是大火一起 便笼罩了他们 根本是避无可避呀 这时候 再看到老太太模样的巨型人参 他看着自己的触手被烧 那显得更加气愤了 可是火焰蔓延得很快呀 转眼就烧到了他的身前 小兄弟 你不就是 是啊 我说过我会报答你的 你不就是那个小乞丐吗 谢谢你救了我呀 不用谢我 而这时 那憨厚的壮汉 也终于认出了我 我想啊 那家伙心里一定是认为 我是天兵天将 不然怎么会未卜先知的 赶过来救他的 他是一脸的感激 跟我道着歉 我私心的想得瑟一下 当大侠的感觉可真好 于是我没有多说 反而朝着树林中 招呼了一下 你好神通广大呀 师父 你出来吧 他可要跑了 啊 来了 来了 放心 他跑不了的 接着 就见阎老九 从巨型人参后面的树林中 钻了出来 一听身后有人 那巨型人参 身体猛悲颤 似乎也感觉到了危险 而阎老九此时手中 正拿着一条长长的红线 他手指快速地把红线绕了一个套 便在手中甩动了起来 那巨型人参感觉到了危险 身体不断地蠕动着 竟迅速地往地下转去 可最终 他还是晚了一步 最上面的身头 被阎老九的红绳套住了 你别想跑了 也不知道 是阎老九没使多的劲 还是那人身力道太大 红绳被绷直了 也没有阻挡住那巨型 钻入地下 没一会儿 那巨型就失去了踪跃 哎呀 你逃得还挺快呢 只听到地下 不断地传来东西的钻动的声音 看起来 那巨型钻得是极深极快 阎老九此时不再用力 而是顺着巨身逃走的力道 不断地放着手里的绳子 逃吧 我倒要看看 你能逃到哪儿去 眼看着红绳 已经放出去了近十米远 但却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师傅 这是个什么东西 我担心那巨身逃走了 忙着跑到阎老九的身边 问了起来 这东西叫罗刹身 阎老九见我问起来了 便给我讲起了这东西的名字和来历 这可是一个制阴制毒之物啊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原来这世间之物啊 真的是千奇百怪 阎老九说 这人参生长期极慢 又极有灵性 是一位十分名贵的中药质宝 人参呢 主要靠山林中的鸟 吃掉种子 然后在排泄时四处传播 可这世界大了 什么事都有意外 有时会啊 这小鸟会将种子 撒在阴气极重的地方 比如被山贼杀掉的 随便掩埋的尸体之上 这人参要是长在这里 就会形成罗刹身 年参日久 慢慢生长了几百年 便会有了道行 就会化作老太太的模样 用罗刹身制成的毒药 那不仅是无色无味 难发掘 那还剧毒无比啊 阎老九说 这罗刹身不像其他的人身一样 能治病救人 反而是阴毒无比 吃下去不一会就会弃绝身亡了 中毒的人很快就会毒发身亡 但是又让人看不出死因 更关键的是 被毒死的人如病死一样 什么郎中也检查不出来结果 我就有些纳闷了 按说呀 这东西有毒 大家都应该躲得远远的呀 怎么还有人想要 而且还要拿人命来饲养他呢 啊 师父 这么阴毒的东西不躲着点 那两个人居然还想要 这你就不懂了 那心术不正之人 是想把这些阴毒之物 当成至宝的 但阴老九却告诉我 坏人正是稀罕这些阴毒的东西 方便他们做下毒暗杀的狗呢 正说着 阴老九手中的红绳突然停了下来 看样子 那罗刹身已经停下来了 好了 该咱们去会会这罗刹身了 阴老九说 这罗刹身一旦钻到了地下 就无迹可寻了 而这红绳拴身的办法 是早年间挖身人发明的 只要被拴住 他就无处遁行了 师父 我们要那毒物干什么呀 哎呀你笨呢 当然是卖钱了 师父 卖了那毒物 那他不得害人吗 你们 你们不会 也是坏人吗 接下来 就要看我们师徒 如何斗争罗刹身了 上次啊 咱们正说的 我和师父阴老九 把打短弓的四喜 从罗刹身的控制下救了出来 阴老九在罗刹身逃走之际 用红绳拴住了他 所以 此刻 我们正用红绳 追踪着罗刹身的下路 小的 看仔细了啊 学着点 这叫五钱定位搜妖术 就见他 把五枚铜钱 依次穿到了红绳上 手一抖 铜钱便沿着红绳 滑到了地上 他让我去削了五根柳树枝 分别穿过铜钱的眼儿 将铜钱固定在了地面上 很快 这五根柳枝固定的铜钱 形成了一个 由红绳拉成的五边形啊 五线法阵 搜要寻怪 接着 阎老九便在这五行鞭的面前 盘腿坐下 念起了咒语 他口中念着词 手中夹着红绳 不断地变化着手印 任你苍山又入海 我自一线寻妖宗 红线化作乌影所 师妹亡良 无顿行 说实话 每次一到念咒语起阵的时候 那盐老九都会逼着我在一旁好好地看着 可我在学堂的时候 就对这些长篇大段的诗词古语 就头疼 哪里会记得住啊 所以啊 到现在 我一个古词也没学会 吉吉如律令 不过呀 那天我还真挺有兴趣的 说来也怪 正经的东西 我一点也记不住 越是这些旁门左道的 我越是有兴趣 随着盐老九口中咒语的结束 接着 我便看到了一个让我十分震惊的现象 盐老九布下的红绳 居然突然冒出了红光 那红光沿着缠绕柳枝的红绳 一直钻入了地下 我明白 那红光 大概是一直沿着红绳 在地下朝着那逃走的罗刹身追去 因为插在地面上的柳枝 在不停地抖动着 去做好准备啊 啊 好了师父 我正看得出神入化 突然就听到盐老九给我下了指令 于是我忙着就答应了下来 因为计划之前都谈好了 我忙着小跑着 钻进了树林 大概十几分钟 树林之中 突然传出了草丛 嬉嬉嬉嬉的抖动声 像是有什么动物跑过一样 其实并不是 仔细一看就会发现 这动静 是因为地下有东西钻洞 才会引起草丛的抖动 很快 树林中的一处 突然拱起了一个小土堆 接着 一个土黄色的东西 猛的从土堆中 拱了出来 而拱出来的 正是那个罗刹身 这罗刹身呢 遇到了危险 在地下躲个十年八年的 那也不稀奇 但是这一次 之所以这么早就被逼了出来 那都是因为那红线 此刻 那罗刹身被逼出了地下 他拖着那根红线 一转身 便想朝更密集的树林中钻去 可他哪里知道 那树林中的一棵大树上 正有一双闪亮的眼睛 在注视着他 已经等了他很久了 此时 我正举着一枚 用硬竹做成的弓箭 瞄准了那逃出来的罗刹身 玩这弹弓啊 弓箭之类的东西 我可是一把好手啊 对自己的这门记忆 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一松手 一只利剑 嗖的一声 就射了出去 此刻的罗刹身 他只顾着逃走 可是这东西啊 天生就对危险 是极度的敏感 他很快就发现了箭头 但是当他转过身来看时 已经晚了 啪的一声 这只利剑夹带着风声 一下便把罗刹身刺穿 钉在了他身后的大树树干上 你还想逃 没门 我并不担心 他会再次逃走 因为我射出的弓箭杆 那可是用柳树 因为我射出的弓箭杆 那是用柳树枝做成的 据说 那是专刻这些鬼东西的 师父 搞定了 好样的 我刚想跟阎老九报告战绩 就发现他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跑了过来 走吧 我们去好好招呼一下这鬼神 对于此次的表现 这阎老九还是给予了我相当高的评价 免不得让我好一阵的得意啊 此刻 那罗刹身已经被紧紧地盯在了树干上 树条残存的树手不停地扭动着 想要做最后的挣扎 而他中间的部位 正不断地流出黑乎乎的液体 表情也是猙獰得很 就像是要把人吃掉一样 恶狠狠地盯着我们 有阎老九在 我当然也不害怕 跟着他就来到了那罗刹身的跟前 师父 这东西这么毒咱们怎么对付它呀 当然是用火烧了 这含有剧毒的东西 我本以为阎老九肯定会用一把火烧来 以绝后患 不过不能全都烧坏了 咱们还得留点 可没想到阎老九却说 这东西虽然有毒 但是要控制好火候 留下来还有另外的用处 我按照阎老九的吩咐 去找了一些干柴 把盯住那罗刹身的大树烧了起来 这植物成精 当然最惧怕的就是火了 这火一起 就见那罗刹身扭动得更加厉害了 很快 那罗刹身全身都被火点燃了 发出了滋滋的声音 能看出它是非常的痛苦 五官扭曲得特别厉害 很快 罗刹身那些长长的触手 就被烧成了焦炭 纷纷地掉落在地 我和阎老九一直看着那东西在燃烧 慢慢地 它身上的黑色液体都变成了黑烟 随着大火的焚烧 它被烧焦的部分不停地落下 火焰的势头慢慢地弱了下来 就在这时 阎老九快速地走上前 凑进了火堆 接着 就见它一阵地扒来 在火堆中扒出了一根寻常大小的人身 你看 就这么点的东西 它就敢这么作妖 原来 这才是那巨大的罗刹身的真正核心本体 不过 此时 它一样被烤干了 不是有人想要你吗 我们把你给它送去 对于这罗刹身的本体 阎老九也早就安排好了它的去处 说 咱们要去找那两个坏人吗 嗯 是啊 听到这里 我就兴奋了 不过 在此之前 我们得先去找个熟人呢 我就知道 他不会放过那两个 引人过来喂食罗刹身的坏人 但是 这事好像只有我们俩还不行 还需要找人来帮忙啊 所以啊 看来今晚又有人要倒霉了 哎呀 你赶紧讲吧 这磨磨叽叽的 好的 话说呀 在县城中的一处气派的大宅子里 这午夜时分 人们都进入了梦乡 整个大宅子是鸦雀无声啊 可就在这时 一把飞爪百连锁 却精准地飞到了大宅子的屋脊之上 咔嚓 非常细微的咔嚓声响过 百连锁前端的飞虎爪 勾在了房檐上 钢链向下一拉 就持上了劲 接着 就见一个人影 借着飞虎爪的力量 三纵两跳的 就跃上房顶 这套动作 那是干净利索 绝对是个轻功高手啊 而这个高手 正是自称 画影无形草上飞的 天下第一神头 赵八 而这脚 他又臭屁了 每次都是那不要脸的出场台词 我一个风一般的男子 我随风而来又随风而去 给了我明亮的眼镜 哪个混蛋 你又抢我的台词 这赵八是非常的生气 这是谁又破坏了自己的节奏 可当他在墙头上一看 却发现了两个熟悉的身影 赵大甲 你一向可好啊 又是你们 但是我能明显的感觉到 这赵八并不想见到我 因为他脸色一下就变得难看了起来 房上有贼 可赵八忘了 他刚才那一嗓子 那音量太大了 把主家的仆人都给惊动了 当时就有两个人提着棍棒 就跑了出来 你要知道 这赵八行走江湖几十年了 从未有过使手 也没有被人发现过 我遇到这两个人 果然是准美好事啊 小头别跑 小头别跑 赵小头啊 不想此次 如此倒霉的被人撞 他不敢耽搁 忙着施展秦宫 翻墙而逃 你再敢来 我就打断你的腿 估计这赵八呀 几十年 他从来没遇到过今晚这种狼狈 怎么又是你们 你们这老骗子 小骗子 赵大侠呀 你可不能这么说呀 这次我们来找你是有好事的 不要 碰到你们 这没有好事 不过 我觉得师傅要拉拢赵八的路啊 还有点难走 求求你们放过我吧 你们换个人坑行吗 因为这家伙 不像一开始那么好骗 但是他碰到了我们这死缠烂打的两个人 也是没有办法 被我们拉着就坐了下来 赵大侠呀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啊 这除暴安良 扶贫既困 乃五倍之责呀 一上来 我和阎老九就愤慨激昂地摆出了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 邀请赵八出手相助 不好意思啊 我最近有点忙 可是这赵八吃了好几次亏 这一次明显地紧身了起来 他就是不上钩了 现在呀 有一个恶人 他正在杀生害命 我们师徒两人想匡复正义 惩罚恶人 我们俩见这招不管用 那就赶紧换一招吧 生情并茂地就表演了起来 可无奈呀 我们虽有杀贼之心 但武艺不经啊 招数不再多 管用就行 别看是之前用过的招数 但是之前用过就表明 它效果挺好啊 我们思来想去啊 只有赵大侠 你是侠肝逆胆 武艺高超啊 那可是当今天下的第一大英雄啊 这一番自贬之后 那阎老九就天上地下地夸起了赵王 再配上了无敌崇拜的小眼神 我们俩的配合 那叫一个默契 可是这赵八简直是太讨厌 他捂着脸地喊了好几声停 请请请 老赵叔还有意思吗 你们能不能有点心意啊 这赵八呀 因为上次在这招上吃了亏 这次啊 他狡猾得很 死活都不上当 师父 咋办呢 喜欢新的 那就 换换 被人点破了奸计 让是我们俩脸皮厚 也还是有点尴尬啊 来了啊 赵大侠啊 大家快来看啊 大英雄赵八被瞎了尿裤子了 赶紧过来看啊 是啊 神头赵八被瞎尿裤子了 你们俩 不过既然他不主动上钩了 那就别怪我们俩出绝招了 这赵八呀 估计做梦也没想到 我们俩会把他和水猴子对峙时 那丢脸的衣幕拿出来打吼 哎呀 也不知道是谁呀 他天天尿裤呢 是啊 那尿的可湿了 哎呀 别喊了 别喊了 赵八这人呢 那最好面的 自诩是美男子 一听着这个就坐不住了 哎呀 我答应你们还不行吗 我答应你们还不行吗 其实啊 他还是太傻 这大半夜的 又是荒山野岭的 喊了又有谁能听到呢 哇 师傅 这赵八还真是厉害呀 论轻功 那绝对是个高手啊 于是我和燕老九 又一次成功的拐带了赵八 出来行侠仗义了 这赵八真不是干 听明白了计划以后 就如一只猿猴一般 毫无声息的 就窜上了二层的大屋 左右看了一下 发现没人 就一蹲身子 爬到了大屋的屋檐之上 他手指轻轻一扣 两块黑泥瓦 就被他拨开了 很快 一个一米见方的小洞 就掀了出来 赵八谨慎的 朝着屋里看了去 见屋里的人没发现自己 赵八身体一缩 如狸猫一般 悄无声息的 就落在了屋内的大梁上 进了屋子 虽然光线很暗 但是 作为夜行人的赵八 却一点都不在意 一双夜眼 借着一点星光 也能把屋里看得清清楚楚 虽然刚才 总是拒绝我们 但是听完了前因后果以后 这赵八 早就已经入了戏了 而且 还有些小兴奋呢 见屋里 果然如阎老九所说 有一个苍老的老者 正在睡觉 看来 这个就是今晚要惩罚的人了 今晚的任务就是 把那罗刹身配置的药水 灌到那个老者的嘴巴里去 这寻常人 想要给一个睡觉很轻的老人灌药 而不惊动那个老人 那简直比登天还难 可这赵八的手段 着实了得 只见他掏出了一根棉线 把药汁 顺着棉线 小心翼翼的 就滴了下去 而这棉线的另一端 则垂到了老头的嘴边 这棉线吸饱了药汁 那药汁顺着棉线流下 在棉线的末端 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水珠 这水珠慢慢的滴落 正落到那老头的嘴里 要不说这赵八 他行走江湖从未失守呢 这手段呢 就是高超 这种巧妙的办法 不但没有把老头惊醒 反而让他十分的受用 在梦中 还竟然扁起起了嘴 一点点的 把这个药汁给喝了下去 这赵八也是沉得住气 足足用了半个时辰 才把竹筒里面的药汁 全都给老头喂了下去 本来呀 今晚的计划 到这里就结束了 可没想到 这赵八却是贼性不改 他眼睛一扫 就发现在老头床尾的桌子上 有个上了锁的小木匣子 凭着他几十年的经验来看 这里面那一定装的是金银财宝的 这赵八哪里会忍得住 这木匣子上的小锁 对于赵八来说 那简直是小菜一叠 不到三秒钟的时间就打开了 他小心翼翼地掀开了木匣子的盖 还真没让赵八失望 这木匣子里面装的是满满的金元宝 足有上百两 这赵八高兴地把金元宝用袋子装了起来 可他完全没有注意到 此时他身后的老头正以一种极其诡异的姿势坐了起来 身后突然响起了几声怪叫 差一点把赵八吓得又撬裤子了 他忙着回头看去 发现刚才还在熟睡的老头 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歪着头 站在了自己的身后 正诡异地盯着自己 他哪里知道 那阎老九用罗刹身配置的药质 那可以让老头迷失心智 变得如疯狂的丧尸一样 此刻的老头就是这样 他四肢僵硬地就向赵八走来 还没等赵八明白过来 那老头已经如一头野兽一般 嗷嗷怪叫的就扑了上来 面对着突然起来的变故 换作一般人呢 早就慌了神了 好在赵八反应快 那身体也灵活 一转身朝着窗户就冲了过去 嗷嗷 我和燕老九啊 那时候正在门外观察着 听见那老头的怪叫声 又见赵八还没出来 就知道出声 果然怪叫的声音刚落 就见赵八一头闯开了窗户 纵身喘了喘 双脚在屋顶上一弹 飞身上墙了 嗷嗷嗷嗷 而那老头啊 此时此刻如同怪兽一般 趴在窗户上 那是嗷嗷的怪叫声 那样子 着实可怕 哼哼 哎呀 也让那老东西尝尝罗刹身的滋味吧 听燕老九说呀 这个老头是个狼种 可救的人不多 却用各种下三滥的手段和方式 害了不少人 这次也算是自食其苦 见赵八成功的逃脱了 我们俩也就离开了那个宅子 不好了 学神医疯了 学神医把我咬了 可我们刚走出没多远 就停到了院子里面 跟炸开了个窝一般 没一会儿 我们就离开了镇子 又走到了山路之上 我就知道 遇到你们准没啥好事 哎呀 谁让你又起贼心了 你去投啥银子 你说 看着赵八那一身的抓狠 估计是刚才跟那老头搏斗时候 吃了大亏 你这就叫做啥呀 起贼心必遭起祸呀 不过 对于帮手的惨痛遭遇 燕老九不但没同情 反而还说起了风来话 你不知道 我们这行有规矩吗 叫贼不走空啊 赵大侠 你得了银子 你是不是该请客了 啊 你说啥 是啊 是啊 师傅 请客好 你们有没有人性啊 我被抓成这样了 你们不应该先关心一下我的伤啊 哦 吃好东西咯 我分析这赵八呀 如果人生能够重来一次的话 他一定选择 被那水猴子拖到水里给淹死得了 淹死也比认识我和燕老九好得多呀 话说呀 有一天傍晚 村西的小路上打起了架 被打的 是村里跟我一般大小的小五子 这孩子 他长得比较瘦小 经常挨欺负 打人的 也是跟我一边大的孩子 孙胖虎和他的小跟班大爆牙 这孙胖虎啊 是人如其名 长得是又高又胖 平日里啊 欺负人欺负惯了 村里的孩子没有不怕他的 你打人 我去告诉你爹 说你欺负人 你还敢告状 臭小子 我看你是欠揍 是啊 揍他 一听小五子 说要去告诉自己那脾气火爆的爹 那可免不了得挨顿揍啊 这胖虎啊 火气立马就上来了 这一把抓住了小五子的领子 那大拳头就要挥一下 而我这时候刚巧路过 我让你去告状 打死你 胖虎 你又欺负人 你快放开他 作为一个健毅勇为 正义感爆棚的好少年 这种事我怎么能不管呢 于是我大喝了一声 就跳了出来 你快放开 其实啊 这胖虎以前也经常欺负我 不过自从我给阎老九当了徒弟以后 我就不再怕他了 小生子 你又多管闲事 你欺负人就是不行 不但经常跟他顶嘴 而且面对他那扎扎乎乎的吓人样子 我也丝毫不示弱 那天就是 胖虎又一次跟我对峙了起来 我们俩的眼神啊 都很凌厉 谁也不肯退让 我今天我就放你一马 大爆牙 走 咱俩去抓鱼去 这种人呢 他就是欺软怕硬 阎老九说的对啊 只要我硬起了起来 他就怂了 那天就是啊 跟我大眼瞪小眼瞪了半天 这家伙最终还是没敢动手 带着爆牙就走了 好了 他们走了 看到他走了 我不免得得意了起来 看来啊 我果然是个正义的小英雄 小生子 他们走了 可是我的保钱被他们俩抢走了 这小五子 带着哭音 一开口 我才明白 原来他们打架的原因是 胖虎抢走了小五的东西 你看 就是那个 今天呢 小五在西山坡上 捡到了一枚非常好看的铜钱 他正宝贝人 但是却被胖虎给抢走了 那可是我捡到的 那铜钱可好看了 我顺着小五的手指向那胖虎看去 但是这一看 却把我给吓坏了 只要是我看上的 这东西准跑不了 是啊 真好看 此时啊 那胖虎手中正有一枚黄橙橙的铜钱 看他们俩的样子 也是喜欢的不行了 可不知道为什么 我却发现那枚铜钱上 似乎散发着一团黑气 那团黑气啊 似烟似雾的 但是细看 又显得不那么真实 反正给人一种很诡异的感觉 不仅如此 一眨眼的功夫 我又发现那胖虎的身后 爬着一个半透明状态的老头 但是这胖虎 却丝毫没有察觉 圣子哥 你看啥呢 因为我看得出神呢 小五叫了我好几声 我都没有听到 他就上前一拍我的肩头 算了 圣子哥 我不要了 你别过去跟他们打架了 我这才回过神来 转头看向了小五 好 那东西不干净 你也别要了 五子 谁说的 跟着延老九的时间不短了 我知道那枚铜钱 恐怕是有问题 于是 也劝小五别要了 圣子哥 那铜钱 我可是用水都洗过了 我洗了好几遍呢 五子 我不是说 那个不干净啊 那是啥呀 听了我的话 我们俩都下意识地回头 看了一下胖虎 可是 这时候我却发现 刚才的黑气 和老头 都不见了 也不知道刚才 是不是自己看错了 但是这事儿啊 一直在我心里面就画着问号 于是 当天晚上 我就来到了坟地的小屋 给延老九 讲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 那时候 这铜钱早就不用了 但是农村一直说 这东西会成精 我分析着 这枚铜钱 恐怕就是这样的 师父 我觉得那枚铜钱 这一定有问题啊 师父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呀 可那天 延老九不知又去哪 喝了好多的酒 正躺在床上 迷迷糊糊的 我说了半天 他啥反应都没有 在我的一再追问下 这老家伙 才醉醺醺地 从土炕上爬了起来 废物 太废物了 你以后再遇到这种人 你打他呀 但是 这老家伙明显地没有注意 听我在说什么 你揍我 使劲地揍他 气得我是差点 喷出了一口老血呀 师父 我说的是铜钱 你想什么呢 啊 啥 铜钱 看样子 他的酒劲还没有醒呢 看着他那迷糊的样子 我就生气 于是我冲上去 大吼了起来 经过我的一顿大吼 他终于抓住了重点 那个吧 那个 如果 如果我 我没在做呀 那应该是一枚鸭口钱 他清了清嗓子 漫不经心地跟我说 那枚铜钱啊 应该是来自于死人的 阎老九说呀 以前人死了以后 为了压住死者的最后一口怨气 都会在死人的嘴巴里放上点东西 有钱的人家呢 他就会放些明珠啊 美玉啊 而穷人 就会放上一枚铜钱 这叫做鸭口钱 给死人塞上鸭口钱 再贴上黄纸 这样才能下葬 为了让死人的怨气啊 留在尸体内 以免出来害人 这种铜钱 就成了不吉利的东西 连最没底线的盗墓贼 都不会去碰他 否则啊 一旦惹上麻烦缠身 搞不好 还得搭上性命 这些熊孩子 这种东西他都敢玩啊 真是欠揍啊 什么 这么说 那胖虎 岂不是有威吓了师父 我一听 就紧张了起来 胖虎不知道那东西是啥 一定会把钱带在身边呢 那不是会更危险吗 师父 我们去救他吧 快点走啊 小子 你不是跟他有仇吗 我忙着招呼着阎老九 我们得赶紧去救那胖虎啊 师父 人命关天啊 我是那么不懂事的人吗 哎呀 你轻点拉我 你总得让我把鞋穿上啊 也不知道阎老九 是不是有意在试探我 磨蹭了半天 这才被我拉出了门 奉献我们师父俩斗嘴不提啊 咱们再说说那个孙胖虎 这家伙在外面疯玩了一天 此刻正在炕上呼呼大睡 可是就在紫夜时分 突然就见他眉头皱了起来 似乎做了什么噩梦 没一会儿的功夫 这孙胖虎就五官扭曲 满身的大汗 而且他还一点点的抓紧了 握在右手里面的铜钱 当他举到半空的时候 他手一松 此刻那孙胖虎也不知道怎么了 竟然一点点的 把那枚铜钱往嘴巴里面再送 接着嘴一张 竟然把那枚铜钱塞到了嘴里 然后用牙齿紧紧的咬住了铜钱 铜钱这一入口 这孙胖虎就突然的睁开了眼睛 不过他这双眼睛是翻着白呀 显然是没有意识了 接着胖虎就直挺挺的从炕上坐了起来 无神的眼睛盯着半空中发起了呆 呆愣了一会儿以后 就发现他五官扭曲 青筋抱起 牙关紧咬 似乎十分的愤怒 然后就见他愤怒的 身体有些机械僵硬的下了炕 连鞋子都没有穿 就向屋外走去 此时正值半夜 那胖虎的父母劳作了一天 早就睡沉了 也没发现他这会儿正以怪异的姿势 走出了家门 说这姿势怪异 那一点都不夸张 不仅他行动呆滞 僵硬 而且那右手臂 一直诡异的向前伸展 那感觉就像是什么呢 像前面有一个看不见的人 在拉着他 在拉着他往前走一样 就这样 这胖虎他是一路出了村子 僵硬的向西山上走了过去 走着走着 大概走了有二十多分钟 这胖虎走到了西山坡上的 一处小树林中 然后他呆愣僵硬的停了下来 接着就见他扑通一下 就跪到了地上 一点缓冲也没有 就跟不知道疼一样 他跪下以后 目光放空 神情呆滞中含着那枚铜钱 看着面前的一个小土堆发呆 突然胖虎就跟疯了一样 用手疯狂地跑起了土 转眼前就在眼前挖了一个不小的土坑 可是这会儿 他的一双手都全被磨破皮了 鲜红的血迹渗了出来 草地 泥土上都被染得是血迹斑斑 但是他就跟没有知觉一样 依然疯狂地拼命地挖上 再这么挖下去 他的手就废了 师父 你倒是想想办法 那时 我和阎老九早就来到了这小树林里边 隐蔽了起来 我见胖虎此时的状态 不禁有些着急 可是我着急地说了半天 一直都没见阎老九发表什么意见 便朝他躲的那棵树下看去 可这一看 可把我气坏了 原来这老家伙 不知什么时候竟然睡着了 师父 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睡觉啊 好久啊 再来一坛的 十年的 花掉了 而且 不知道他在做的什么美梦 那美得鼻涕泡都出来了 还不时地说着梦话 这个臭老头 太没正形了 我对着没溜的师父 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知道他睡着了 就是打雷也劈不醒他呀 正当我无计可施的时候 小树林中的胖虎 又有了新动作 原来 这家伙从前面的土坑里 挖出了一个惨白阴森的 抠了头 这头盖骨也不知道多少年了 是残缺不全的 但是胖虎却当成了宝贝 一下举起来 放在了自己的头顶上 这头盖骨一顶上 我就发现了胖虎的脸上 浮起了诡异的笑容 那笑容让人是直冒冷汗 我突然想到 阎老九曾经跟我说过 这叫入魂 若是让胖虎顶上一个时辰 那胖虎恐怕就被鬼从给控制了 再也好不了了 师父 你快醒醒啊 师父 胖虎他有危险了 我急得要命 再次大声地喊着阎老九 可是 这位老先生 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呼呼地救世税 看来 我是指不上这老家伙了 眼前的阎老九叫不醒了 胖虎那边又岌岌可危 我真的是急得不行了 看来啊 人还得靠自己啊 我脑子里努力地搜寻着 阎老九教我的所有东西 突然灵光一闪 我忙着站起来 一头钻进了小树林 一刻钟之后 我又跑了回来 这次 我直接来到了胖虎的身后 我刚才进树林里面 找来了一根柳树条 还在上面沾了些艾草的露水 我记得阎老九教过我 说这样可以驱邪 那时候 那胖虎已经被控制了 身体诡异地颤抖着 我知道 要是再拖下去 他就好不了了 于是 也不管有用没用了 先试试再说吧 想到这里 我手中的柳条一挥 一下子就抽在了胖虎的胳膊上 其实 我用的力气并不大 但是胖虎的反应也太强烈了 竟然嗷了一嗓子 大声地尖叫了起来 其实我平时 真的不敢去打这个孙胖虎 更别提把他打得痛声尖叫了 顿时我就吓得停了起来 不过听到他的惨叫声还真挺爽的 而且明显的这一招他管用啊 那可就别怪我了 嘿嘿 那就对不住了 我可是为了救你啊 我让你在欺负我 我让你在横行霸道 我高兴地 一下一下地抽起了眼前这个没有意识的孙胖虎 他是一顿尖叫 我当时只顾着解恨了 那心里是越来越兴奋 手下的力道也就没了轻重 他的惨叫声也是一声高过一声 打了十几分钟以后 这胖虎的身上被抽出了许多的血印子 而这时候我也累了 好在这时候 他的身体也软了下来 就见他身体一软 歪了一下 那头顶上顶着的骷髅头 和嘴里含着的铜钱 就都掉了下来 啪 果然 随着这些东西的掉落 那胖虎的身体也慢慢地放松了下来 不再那么僵硬 接着 就见他身体猛的一阵颤抖 喉咙里还发出了有些低沉的葫芦声 然后 他的眼神就慢慢地清明了过来 意识也一点点地恢复了 我 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突然醒过来的胖虎 他发现自己身在树林之中 身前还有一些奇怪的东西 愣了半天都没反应过来 胖虎 你醒了 啊 小生子 这时候 当然是我这个旧世纪人的小英雄登场表现的时候了 不用谢我啊 都是同村的 我哪能见死不救呢 我 我这是 我这身上 怎么全是伤啊 我正想把今晚如何救他 如何驱邪的事情 好好地跟他炫耀一下 让他好好地感激我 可没想到 他清醒过来的胖虎 可没想到 这清醒过来的胖虎 第一个发觉的竟然是疼 完全没听我说话呀 小生子 是你 是你打的我 对不对 孙胖虎发现了满身的伤痕后 又发现了我手中的柳条针 这 这个你听我解释啊 这个 你小子好大的胆子 你竟敢把我打成这样 我是为了救你啊 你看我今天不揍死你的 完了 这下我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我们俩本来就不对付 但是好在平时啊 井水不犯河水啊 可是眼前啊 他被我打成这样 他能饶了我才怪 而且这家伙 他根本不相信我说的话 臭小子 你给我站住 我真的是为了救你啊 狗屁 我非帮了你的皮不可 你相信我 我真的是为了救你啊 那好 小生子 你过来 我也要救救你 不用了 不用了 我也不会轻易被他抓到 一是他没穿鞋 二是跟着阎老九逃跑的功夫 我学的很到位啊 臭小子 你给我回来 这不 在树林中钻了几个来回 就把那臭小子给甩掉了 当我回到原地的时候 那阎老九 还在美滋滋的睡得正香 好久啊 胡贤姑 不要这样嘛 好害羞啊 而且看他的表情 就知道 他又在做什么龌龊的梦了